喂 好 大家好 感謝小豬幫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公司目前在做的一個方向 好 那歡迎大家來聽這個 今天這個分享的內容 那今天的內容是在談就是 區塊鏈這個產業 然後跟open source這個文化的一些交集 那主要focus會在 就是信任跟共識的兩個特質上面 那我是今天的講者 我叫Charles 那一開始還是很簡單介紹一下 不過剛剛小豬已經幫我介紹過了 那我目前是一個Golan的開發者 然後我目前在AMI工作 那主要負責的部分是我們有一個 錢包服務 就是crypto wallet的後端的開發跟維護這樣子 那前陣子有在負責就是做 Bitcoin跟Omni的串接跟整合的部分 那我平常的興趣是起重機 好 那這個是今天的agenda 那一開始呢我會稍微介紹一下說 Blockchain這個東西是什麼 那接著我會談說 Blockchain跟open source的一些關聯 那進一步的話我會去探討說 那他們在哲學上有什麼樣的共同之處 那最後我會介紹一下我們目前就是在 有貢獻的一個開源的專案的一些狀況 好 那首先就是區塊鏈的部分 那我想說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聽過 那我這邊會用兩個例子去介紹 那第一個例子是Bitcoin 就是比特幣 那比特幣呢它是什麼東西 就是它其實是一個分散式的一個帳本 那它是由就是網路裡面 就是這個分散式系統的網路裡面的 許多節點去維護的 那所以說坦白說 其實它就是可以被理解成一個分散式系統這樣子 那這邊有提到就是這個decentralized的這個字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就是意思就是說 今天這個帳本它 或是這個網路它其實並不是有特定的一個 單位或是一個機構去維護的 它是用一個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這個網路的一個機制 那所以說我們稱作這些來維護這些帳本的人叫做 我們叫做礦工 那這些礦工是誰呢 其實任何人都是可以成為礦工 就是只要你有運算資源 然後你願意把你的資源貢獻到這個網路裡面 就可以成為礦工這樣的角色 那除此之外 它除了是一個分散式系統外 它另外有一個它自己的經濟模型 然後目的就是說它要獎賞這些礦工 要鼓勵大家來維護 因為我貢獻我的運算資源的話 我一定會有我的成本 那它要有一個獎勵的制度 大家才會來願意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透過這樣的機制 它就形成了一個這種 一個貨幣的系統 那它是一個背後沒有銀行 沒有政府的一個系統這樣子 不過Bitcoin它其實有點限制就是說 它當初只是設計成為一個帳本 當初大家在設計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只想到一個帳本 那所以說它基本上它做的東西有限 它能力是蠻受限的 所以它也只能做一個帳本 不過因為Bitcoin的這個關係 所以大家開始思考說 我們可不可以利用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去做更多的一些應用 然後比較一個general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下一個例子叫Ethereum 那Ethereum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有些人會稱作它是 區塊鏈2.0的一個這樣的一個Procode 那其實它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去中心化的一個運算平台好了 就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它可以執行所謂的smart contract 也就是其實講反而話要點 就是你可以自己寫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會是用這個去中心化的方式 運行在這個平台上面的 那為了要讓大家可以寫程式呢 他們就會有了一個程式語言 叫Solidity 那有了Ethereum 然後有了這個smart contract功能 就是它這個區塊鏈的這個技術 不再是只能說只能來記帳了 你只要想得到應用 其實它可以運作在這個 用一個分散式的方式去運行在這個Procode上面 那我們稱這些smart contract這些應用 叫做Dapps 那這些Dapps它會被執行在一個獨立 然後隔離出來的一個環境 叫做EVM裡面 好 那進一步談的話就是每個Dapp 它有自己的邏輯啊自己的Storage 就像你一般在寫你的程式一樣 那有了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Programming的能力之後呢 其實區塊鏈也演進成為 就是一套一疊的Protocol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在網路 看到有網路七層這樣子 然後每一層Protocol它都是 獨立去負責去做 比如說去解決一些特定的issue 比如說Layer 1的話 我們就是去解決共識 或是解決P2P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你在這樣子的一個平台上去寫程式的話 你就是專注在你的這個應用的邏輯就可以了 OK 那Stack部分 19年的部分有人去整理 就是Ethereum目前的Stack大概長這樣 可能投影片看不太清楚 不過大致上它就有分 比如像Layer 1的部分 那因為Protocol裡面它進一步 又會再細分 或者是應用又會有一些dependency 所以它其實每一層裡面 都還會再去細分一些紙層這樣子 然後像Ethereum的最近比較紅的 這個DeFi的這類的應用 也有就是細分到幾個大類這樣子 OK 那簡單介紹過這個區塊鏈跟區塊鏈的技術本身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那它跟Open Source有什麼關係 好 首先我們剛才提到說區塊鏈 其實Bitcoin早期它是想要做一個帳本嘛 那它是要一個這個貨幣的系統 那這樣子的系統 然後比如說是貨幣系統或是一個金融的系統 其實它很重要的東西叫做信任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你以現在的法定貨幣這種紙鈔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它要嘛不是一些 就是重要的歷史政治人物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機構的一些簽名 或者是說有一些宗教的一些symbol在裡面 那它其實就是強調了一個權力的一個象徵 跟一個信任的一個信賴度的一個表現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信任這件事情在傳統的這個金融的系統 跟貨幣體系上面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今天持有了某一個某一國的法定貨幣 所以其實一部分也意涵的就是說 你其實是信任這個社會跟這個政府的 可是我們剛才也有說就是區塊鏈的這一套系統 背後它是沒有一個銀行也沒有一個政府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信任這個系統呢 所以區塊鏈它是透過 因為沒有政府 所以它要透過Critography的Algorithm 然後還有Game Theory以及 就是如果是談到Dapp的話 就是它的一個執行的一個結果 它是透過這樣子一些數學性質 跟一些理論的結果去讓大家去信任的 所以說簡單來說我們是信任說 這套系統背後有一套原刷法在運作 然後它有一些理論在那邊去證明說 這套系統是可以信任的 不過呢為了我們要能夠肯定說這些數學性質 或者這些理論是真的有被實作在裡面 然後真的有被保存的 我們就必須看到它的收縮是它是怎麼實作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一個背景之下 它要必須去開源其實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比較基本的就像是比如說Critography的Library 比如說像RSA或是這種Elite T-Curve的一些加密的一些演算法 其實在區塊鏈之前它都是已經是一個開源的一個方式去讓大家去使用的 所以這是蠻基本的 那區塊鏈它蠻就是仰賴在於這個加密的演算法上面 所以相關的它這些演算法也都是會是用開源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點就是像我們剛才提到說 它是一個分散式的系統 那它裡面會有一些礦工去加入去驗證 那它就有就是ClientNode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始作 ClientNode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成為礦工 或是你想要參與這個分散式系統 你必須要運行的一個節點 那其實ClientNode要這個開源也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蠻重要的是它必須要早期的時候 它必須要說服這些早期的採用者 那因為像Beacon早期它是一個匿名的創辦人吧 就是中本聰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他只是透過Email跟大家聯繫 那早期在研究這類就是比如說加密貨幣 或者是電子貨幣的這些人 其實都是一些比如說我們講的是一些密碼的學者 然後或者是一些工程師這樣子 或是一些就是所謂的Cypherpunk 那這些人不是一般的那種小白 都是懂密碼學者的人或是懂工程的人 所以你要去說服這些人去說服說他們這個系統是可行的話 你沒有辦法說你寫了一個白皮書 然後寫了一篇論文 然後就說服他們這樣子 所以說它很自然呢 它就是要用這個Source Code去說服大家 另外一點是它也是 它也這個系統也是需要大家的 不論是Developer或是更多的使用者進來 這個系統才會更加的安全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剛才我們談到這個 這個區塊鏈上的這個應用叫Dapps 那它其實也是需要這個 這種transparency的一個特質 其實蠻直覺的就是說 你底下的這個鏈是需要開源的 那其實蠻自然 你運行在上面的應用也是需要開源的 因為底下沒有人 沒有一間公司去負責這個底層的這個運作 那一個蠻重要的就是 現在很多Deapps它是強調是跟 它其實就是比較是金融應用的 這一類的這個應用 所以其實它的運作方式 沒有辦法像一個黑鶴子這樣去運作 你必須 假設你是一個借貸的一個應用的話 你必須讓大家知道說 我如果把錢放在你的 這個應用的項目下面的話 你是怎麼去處理這筆錢的 那如果我拿到這些收益的話 我怎麼知道這不是詐騙 所以它必須要公開說 它是如何去實作這些邏輯的 這是一個必要的一個透明性 那 開始如果說這些應用 必須要以open source的方式的話 其實就會有人問說 就像早期 大家在open source剛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問的問題就是 那如果說有人抄我的東西怎麼辦 或是整晚端走怎麼辦呢 那我覺得在區塊鏈的場景 又會有一個一些新的解釋好了 那第一點就是說 如果有人抄你的東西的話 那你能不能用一些license 或是一些copyright的方式去保護呢 其實原則上應該還是可以 只是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問題是 因為區塊鏈它是一個 簡單來說它其實算是 蠻重視隱私的一個系統 所以其實它的身分是 比較難去跟現實生活的身分 去做一個連結的 等於說你看到一個人 你看到一個地址 然後它deploy一個 跟你一模一樣的這個dapp 它等於說它是抄你的 你知道它這個地址了 但是你不知道現實生活中 它連結到底是誰 所以說這個身分連結是 比較薄弱的 所以比較難用這種法律的 這種方式去保護你這個應用 那另外一點就是 business model的部分 那我想其實現在 在開源甚至現在 這個blockchain的這個時代 其實你的business model 已經不再是以前這種 比如說你寫完一個應用 然後是賣一個套裝軟體 然後這種買斷的這種概念 它其實現在已經變成 比如說像是有服務的一種概念 或者是有類似訂閱這種商業模式 所以說區塊鏈它本身 在上面的應用 他們也會去思考說 那既然它開源是它的前提 那它要怎麼去 它要怎麼去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去發行它 應該說 怎麼去發展它自己的business model 那有時候他們很多是透過發行 這種代幣的方式去 去達到這樣子的一個商業目的 OK 那 不過其實商業模式 business model這個東西 其實也是可以用抄的 所以也有人可能會開始想說 那萬一我的代幣的模型也被操縱怎麼辦 那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點就是 維護這件事情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你其實你的Dapp不能說 你deport上去了以後 然後你就放在那邊就不管它了 其實像它的這個整個生態 其實是很快速的在一個演進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必須去不斷的去更新你的這個應用 或者是不斷的去跟其他應用去做一個串結 那如果你沒有就是 沒有辦法好好維護它的話 其實它是不會 長遠下來 它是沒有辦法去運作下去的 OK 那我們剛才談完這個信任部分之外 那另外一點就是所謂的共識 那Sugarlin很強調一個東西 叫做共識這件事情 那就是因為 你網路中所有進來驗證的人 他們 你不知道他是誰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所以 你們必須去 驗證 就是網路裡面的這些 就是Transession 那驗證了Transession以後 你們必須 就是記錄這些帳本 那有可能就是說 今天這個Miner 紀錄的帳本的結果 跟這個Miner 紀錄的帳本結果 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它必須會有一套演算法 就是讓大家取得一個共識 那這就叫 所謂的共識演算法 所以它其實是區塊鏈這個系統裡面 滿核心的一個東西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今天你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那如果說 你開源出來 然後呢 你建立一套社群 那社群裡面呢 可能大家會有 意見分歧的時候 那如果意見分歧 沒有辦法去 去達到共識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Folk出去 就是 OK好 你覺得 這個repo要這樣改 那大家 如果只有你覺得這樣的話 或是少數人覺得這樣的話 那他們就Folk出去 成為他們自己的版本 那我們在區塊鏈的部分 也看到 一模一樣的事情 就是 大家對於說 整個這個 這個prologal的一個設計的更動 或是整個 節點的一個 始作的一些更動 可能不見得會有共識 比如說 block size 大家覺得說 我們要 增加或是要 維持現狀 大家都沒有一個共識 那如果說沒有共識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Folk出去 那像 Bitcoin的部分呢 它就Folk了好幾條鏈出去 這樣子 所以其實 這就是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這個開源的一個專案 所以 任何人都可以有它自己的一個始作 好 那 除了 信任跟共識的兩個特質之外 他們其實在 哲學的 的層面 其實也有一些蠻 類似的一些地方 那 第一個就是 我想應該是所謂的 就是 collaboration 那 如果思考一下 就是 open source這件事情 我認為其實 它是一個 蠻有效的一個方式 讓鼓勵大家去一起合作 去做一件事情 那在以前 那在以前可能如果說 如果說 你今天是希望所有人都來 一起幫你開發一件東西 那很多人可能會問說 那 如果說這個 這個產品 這個 project 是屬於某一個公司的話 那它其實本身就會有一個利益隔閥的存在 所以 它就會 阻擋了大家去 共同合作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效果 可是如果有了開源 然後我們有了比較開放的一個這樣子 license 的話 其實它變相就是在鼓勵大家去 一起去合作 那過去 從開源的文化一直演進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樣子的合作力量其實是很強的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很成熟的 project 其實它都是從open source演變而來的 那 其實區塊鏈的部分 它也是 希望就是透過一套機制的方式 鼓勵大家去一起做一些 驗證 或者是做一些好的事情 比如說它就是有一套它的 這個 獎勵的制度去鼓勵大家來參加驗證 然後呢 希望說 大家可以去 應該說 今天大家去一起在這個網路裡面 然後一起誠實的驗證這些帳本 這個帳本才會有價值 然後他們得到的獎勵才是 實際上有價值的 那 另外一部分我想就是 就是自由這件事情 那 我記得Ritual Stolment 他 早期的時候就講過說 喔 free software 這個free不是免費的意思 它是一個freedom的概念 那 在區塊鏈的部分 其實它也強調就是 第一個是沒有censorship 就是 每一個人想要 它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平台 那第二個就是自主性 self sovereignty 那它強調就是 你的資產是由你掌握的 你的錢 你的貨幣 不需要放在 比如說 銀行 或者是 什麼什麼什麼機構 然後 萬一有一天你拿不回來的話 其實那個就不是 你能掌握的 你的資產這樣子 所以說它是 開放 然後 一個 一個很自由的一個交換的一個平台 所以也有人覺得說 它其實就是 我們所謂的價值 一個 傳遞價值的這種internet這樣子 好 另外的話 open跟transparency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像最近 很火的這個defi 其實就是 它是一個open finance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 所謂的unbanking的一些族群 就是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不論是政治因素 或者是實際的因素 它沒有辦法 有這樣子的傳統的一個 一個銀行體系的一個服務 不過如果說它有網路 或是它有手機的話 它其實就可以透過這種 比如說區塊鏈的這些應用 它可以獲得這樣子的一些服務 那甚至有人會想說 那我們可以在區塊鏈上去做 比如說投票 或是做一些governance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整個一個組織 都運行在區塊鏈上 那我們透過這種分散式治理的方式去做 那這樣子投票或是治理的方式 它所有的細節都會是公開透明的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誰投票給什麼項目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的部分 我就會介紹一下 我們阿蜜目前在有做的一些開源的專案 那第一個project叫做Alice 那它是一個 就是用Golan寫的一個 叫做HTSS的Library 那HTSS呢 它叫做Hierarchical Threshold Signature 那這個我待會會有投影片 就是進一步去談這個Threshold Signature 那它的特性就是呢 它可以有比較短的一個簽名 跟更好的一個隱私 就是如果我們去比較傳統的這個 所謂的多欠MultiSig的話 那另外 如果我們考慮到TSS的話 它其實是 它其實是這個 improve了這個 就是所謂的accountability 對於傳統的TSS而言 好 那如果我們要解釋TSS呢 我們就必須先看一下就是傳統的MultiSig 因為區塊鏈其實它很 就是利用很多這種 就是飛頓式的加密 那飛頓式的加密就會有 私藥跟公藥的這個 這個一個pair嘛 那有些應用呢 它就會利用這種 所謂的MultiSig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今天 唯有比資產 那我希望是 比如說三個人可以動 簽名才可以使用 或是五個人簽名才可以使用的 那它就是一種 就是用多簽的方式 那它會需要就是 多把的private key去參與 那這個是傳統多簽 比較常見的一個方式 去實作的一個方式 但是如果說我們考慮到說 我們不想要那麼多把key呢 就是第一個是隱私的問題 第二個是你要實作這個多簽 那它其實是需要一些 effort去實作這樣的邏輯了 那我們能不能用 同一把就是private key 然後做到類似 這種分片多簽的功能 那所以說就有這個 threshold signature 的一個產生 就是它其實就是把 一把private key 然後把它切成多個碎片這樣子 那你們實際要用的時候呢 我們大家再把這個碎片組起來 它就是原本的那把private key這樣子 但它有個小問題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每個碎片 它的這個權重都是一樣的 所以說如果我們是五個人裡面 然後要有三個人去簽名的話 我沒有辦法做到說 好今天這個資產是屬於一間公司 那它一定要有就是創辦人或是主管 同意了以後這個資產才可以動用 它是沒有辦法做到的 那等於說它任何三個人 五個人裡面任何三個人都可以去動用這個資產 所以我們就進一步的想要去開發說 這種所謂的hierarchical的一個概念 這個hierarchical的概念就是說 它並不是每一個share 並不是每一個碎片都是等價的 它是會有一個階層的概念 你可以做到說你必須要有 某一個碎片去approve 它才可以去實際去動用這個資產 這個是HTSS的一個特性 那我們這部分就是因為它也是一個 加密的一個演算法的一個始作 所以我們是有透過就是安全公司 Kudatsky的這間公司去review跟Alti 那這個report也是有公開在Github的上面 那細節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們的 就是阿密的這個Github 然後我們在medium的上面也有 蠻多文章在介紹 HTSS的這個部分 OK 那 另外一個就是叫Vishwakama 那它其實是比較偏這個 就是Kubernetes的一些工具這樣子 那它其實就是蠻多的這個 Terraform Module所組成的 然後讓你去deploy你自己 HOST的一個K8S的cluster 那它其實就是在做這個 infrastructure as code這件事情 那這個IAC其實讓你做到說 你可以你的infrastructure是可以有version的 因為它既然它是用一段代碼去描述你的這個 你的infrastructure 那你自然就可以用像Gith這種version control去控制這樣子 另外一個是它是有module概念 它是可以讓你去重複使用的 那這個Vishwakama它有一些default的 然後也可以讓你去customize你自己的ASG 然後link的部分我也是放在 我們有放在Github這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然後小豬提醒我時間快到了 然後不過我也是最後一張投影片 那slide的部分大家可以在這邊就是下載的到 然後右邊就是我一些就是social media的account 然後今天內容大概就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我們開放一個問題好了 好 那就再次謝謝Charles 好 謝謝